Hey guys 大家好,我是原有Ccut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3月9日的每日情報 又是先提醒大家,今晚會有這個崩鐵直播 大家記得千萬不要錯過,到時候也會有抽月卡的環節 今天的內容有三方面,頭兩個其實也沒什麼重要的,大家看看就好了 千職的模擬活動,CHIP的實況註復來的一個簡介 當然,今集也會帶來一個重點,就是關於接下來的上半武器卡 有樂與廉設和赤角的繁榮性 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希望大家記得,如果你們還沒按訂閱的話,快點按訂閱 還有,記得按鈴鐺,以後每逢我出片或選什麼event 都會通知大家 還有,追願所有元有門,抽卡,順利,勾氣滿滿,小寶弟不歪,十年三金 好,那千職的模擬活動,提醒大家,也挺完整的 昨天官方發佈了這個模擬活動 這個模擬活動其實很快,流程不複雜 基本上,你只要花你兩分鐘時間之內都完成了 你玩完之後,基本上會直接八條章 當然是這樣的 那裡面的活動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有什麼不同的NPC,試身衣裝 當然啦,這些衣裝的圖和背景也都可以下載的 如果大家覺得漂亮的話,你又可以下載 最後,完成這個模擬活動,可以白嫖,40顆玄石以及相關素材 雖然這40顆玄石感覺上是很蚊子的感覺 很少啦,但是也做了八條 即是可以八條,即是積小成多 可能你玩完這1100個活動的話,基本上可以八條4000顆玄石 然後就是TREAT的實況主福利 今天我可以開始報名,大家也留意 留意一下,如果你們本身是想參與這個實況主的福利計劃的話 記得要去報名吧 如果你不報名的話,就算你之後來直播,也不會有獎勵 同時間,無論是沖住TREAT或是實況主的福利計劃 記得綁定TREAT的帳號 因為他要求用TREAT的直播才調計 還有你拿的獎勵,如果你本身沒有綁定的話 就算你看過時數也好,也不會有獎勵 先說說TREAT的方面,這些直接展示出來 基本上TREAT的直播,其實我之前都已經說了無數次 大家看TREAT的直播的話,看夠一定指定時數就會獲得雙型獎勵 留意當中,大家知道看夠兩個小時的話 就可以白嫖,摩拉,性華物技的道具,斷造石,經驗書,甚至懸石也有 所以大家記得要看夠兩個小時就可以白嫖懸石 然後就是關於這個實況主,就是參與福利 參與福利有兩方面,一個就是實況市場 那就是,直接說出來 沒錯,就是在TREAT上,說的是在4.5百滿更新 到4.5百滿更新之後的3個星期,即是4月2日 之間這段時間,你直播到總共的指定時數 會獲得雙型獎勵 他這裡說明說,如果你在這3個星期之內直播累計時數超過 總之2月9三 要9指定時數,例如12個小時的話 他就可以獲得,他加上上面這裡的圓石,即是這裡有800顆圓石 如果你直播30個小時的話,再累計加上,就會有1600顆圓石 注意一下,這些獎勵並不是一定有的,是要按名額 如果名額超過了的話,會按線上人數,每%是自在 至於另一個獎勵,就叫連續打卡 連續打卡就是說,在3個星期之內 每個星期,你至少要直播累計3個小時才會獲得這獎勵 例如他看到,在第1週,連續第2週,第3週 如果你可以連續在這3個活動週內 直播超過3個小時的獎勵,就可以獲得累計獎勵 累計完成這3次打卡,一個人可以獲得300顆圓石 同樣也會有名額上限 如果名額超過的話,也會按線上限了,會發磅獎勵 當然也會有這個進階的衝磅獎勵 這些我覺得大家可以看看就好了 因為這並不是太靠你們可以做到的事 因為這真的是要求 他直播完神的觀看最長時數 以及一個平均觀眾次數要排多少才會有現金獎勵 我記得之前他的獎勵也比較高 金額都可以去到一萬 但是這次很明顯笑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多人競爭 於是就降低了獎勵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講有關於 4.5版本的上半卡詞 武器詞的分析 大家知道上半卡詞不是 千積和風六一斗的 自然他的武器詞方面 一定會提升有樂與廉詞 和赤角 這把武器 在這裡分別針對著這兩款武器 做出一個泛用性和分析 先講講這次的武器詞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相對來說比較專業 我建議大家就慎重去抽取 有關於這個有樂與廉詞 大家就被稱為 顏徹之回光 這個感覺 其實他的八值就是542 而他的主字條是提高 暴擊傷害88.2% 或者相反之高 他的效果就是普攻造成的傷害 提高16%至32% 取決於他的精煉度 然後元素戰技造成的傷害 提升24%至48% 對五中附近的角色 在牆上造成岩元素傷害之後 上術的效果進一步提升100% 持續15秒 此外 裝備者的防禦力 亦都會提升20%至40% 這把武器 我上午 可以專為 以防禦治條為主 輸出的角色為此 在這裡就講講 這裡由目前來說 所有單手劍角色的 所謂的計劃分數 基本上我就會評為 是這樣的 阿貝多和千聖 我評為5分 因為這把武器是專為這兩個角色而設的 其餘呢 再之後的分別就是 黑情 凌華 凌人 以及阿爾海森 我評為3分 算不上是完全吸引這把武器 但其實他的效果和機制都比較適合 亦都可以算是用 然後就是 其餘的1分 2分 我就不多說 除了黑情 凌華靈人 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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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數比較低 雖然說這把武器 我就會覺得 你說有什麼推薦角色可以使用呢 其實基本上我就會推薦千職 和阿貝多 沒有了 你說什麼阿海剛這些 其實我個人認為 就不算太合適合這把武器 這樣 這樣 亦都說有大家整理了 有關於這把武器的突破素材 基本上他的素材全部都是在杜妻裏拆的 留意一下 全部都是杜妻裏拆的 這些什麼杜咸這些全部都是 要打杜妻的當地特產才會有 包括那些維積機兵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說以上就是有關於今天 3月9日的每日情報的所有內容 希望今天的內容給到原有們的參考 當然不妨忘記CSL 如果有無疑問的話 當好歡迎阿美提出問題 好,就這樣 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